上集说到 广播通知李清云成为了英雄 陈国强夫妇来家里表明心智 李清云为了大姐放了狠话 如果你们陈家受得了 他们结婚的婚房 我李清云都包了 包括陈小冬在内 陈家三个人全都一脸猛逼 三转一响是城里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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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块蛋片 他干那么重的活 能坚持到现在 全靠大姐的细心照顾 而老娘 他不管是挨打受骂 还是辛苦干活 都和大姐在一起 这个家能维持到现在 大姐有一半的功劳 大姐结婚之后 老爹老娘肯定会很难受 但是如果大姐结婚就分家 那就不一样了 临江大队和安平大队 只隔着七里地 大姐甚至天天都可以回娘家 以后自己发展好了 是不是可以把大姐和姐夫接回来 那呀 老爹和老娘 好 感谢 还是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大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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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来自两群大事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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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